村民们看到王小飞在与一个军官说话时 刚才不敢过来 现在都敬畏地来到王小飞的身边打听着情况 小飞 这就开始了 外公陆俊元也是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虽然王小飞跟他说过 这里会有很大的发展 他也相信 却也没想到的是军人们直接到来 这一下子他看向那些军人们的眼神 都充满了敬畏之情 看到村民们都围了过来时 王小飞笑道 外公 你这村长估计当不成了 下一步各村就会合并起来 这里的发展可就不一般了 多大个村长啊 只要能够让这里发展起来 让我不当村长又如何 听到外公这样说话 王小飞笑了笑道 说的是啊 大家很快就会发展起来了 你们想不发财都难了 小飞 你太厉害了 自从你来了之后 我们这里一天一个样啊 王老板 下一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你跟我们都说道一下呀 看到大家都围了过来 王小飞大声道 乡亲们 从今天开始 你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了 你们看吧 党和政府对于你们的生活情况 都是非常关心的 现在为了让你们能够有一个快速的发展 军队都派来了 下一步 部队的同志们就会在这里搞建设 到时候我们这片山区的四周 会修建一个环绕着的高速公路 我们这山里面 每一座山都会从里面穿通 高速公路会把我们各村完全的连接起来 到了那个时候 你们想出山的话 坐着车子 只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走出去了 村民们听到王小飞所讲的话 头脑里面有了一个画面的闪现 王小飞又说道 还有啊 这里会发展成为一个特别的大村子 各种的大公司 大企业 各种的商人 甚至就是国外的公司都会到来 你们说到时候 这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啊 村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发展成这样的一种情况 全都呆住了 过了一阵 一个年轻人才怯怯地说道 王老板 这样说来 这里就会成为又一个南镇那样的地方了 会有全国各地的人 跑来我们这里打工了 不错 你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坚持一下吧 很快你们就会成为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了 你们将会看着这里从贫困走向富裕 太好了 终于有盼头了 都是王老板给我们带来的呀 听到王小飞讲出来的话 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更多的笑容 一个个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今天注定是不平静的 那么多的军人到来 更是全天都是直升机的轰鸣 再看着军人们开着推土机 平整出来大片的土地 又看着呢 一个个的行军帐篷搭了起来 面对着这一切 村民们好奇之极了 远处一些村子的人也赶了过来 大家就蹲在四周 看着军队上的人们做事 仿佛永远也看不够似的 好看吗 看到大家蹲在这里看着的情况 王小飞开玩笑地对着一个村民问了起来 太厉害了 你看那机器 一推就是一片地方平了出来 从来没有出过村子的村民们都吃惊地 看着军人们在那里忙着安营扎寨的事情 一个个的军用帐篷架了起来 大量的机械设备也空运而来 到来的军人太多了 一时之间 这片土地上热闹了起来 王老板 你的能耐也太 你的能耐也太大了吧 军队都亲你的 都跑来了呀 我哪有这本事 这是政府要发展这里了 你们的好日子来了而已啊 这样就好了 我们也可以趁机赚些钱了 小六子 你以后说媳妇可就容易了 王小飞笑着对大家说道 以后找媳妇可得挑好的找 一般的女人我们不要了啊 王老板 你说得太好了 我就要找一个城里面那种水淋淋的女人 晚上抱在怀里才舒服 众人一听都大笑了起来 邓义的事情也多 王小飞也没有去打扰她 看到他们都有自己的催事员在做饭 什么都带来了 王小飞干脆就不去管他们了